一进入咖啡谷就很东南亚的感觉 咖啡谷的大门口停车场也在这里 这是免费的景区 你可以步行进去 也可以坐它的游览车 游览车是每30块钱一位 我们进去吧 每位30块钱游览车 包括到景区里面喝一杯咖啡 中立种咖啡 咖啡成熟它是红色的 刚才看的是中立种咖啡 叶子比较大的叫大立种咖啡 豆比较大 叫大立种咖啡 大立种咖啡通常我们都不喝的 不来做饮料喝 大立种咖啡来做什么的 做咖啡酒 提起了咖啡因 做药品 做麻醉剂 兴奋剂 它也叫美男子树 这很漂亮 这上面有什么东西吗 它这个树它也结果 它结果是不能吃光散的 四面佛就在上面 如果是这样去求个佛 供个花求个佛都可以 这个泰国的四面佛 这个就是四面佛 他们大立人很喜欢在这里来求神拜佛 四个面代表四种愿望 我们就要拜佛平安健康 这个上面就是四面佛 而这边就是太阳佛 我们继继继继续 我们继续闻情 这个是相省 相省是代表什么 相省是极香 我一不敢打了 把他们下枣 来期待 听不懂 听不懂 不是,你听不懂 你没听到 没注意, perfectly 这里会咆 sque emails 好吧 我们要买一个电动车票 对,因为我再考虑 手动摩咖啡机 是螺形的 真的呢?真的是有味 在这里买咖啡都可以现磨的 在前台 咖啡盆 227克69 炭烧咖啡 免费赠送 融融的香气 买了两瓣咖啡 买了一罐白咖啡 买了一罐摩烤咖啡 我觉得这里面走走也还挺舒服 特别干净 完全不错 产品中心这里是电瓶车的最后一站 它上面有民宿 它上面有民宿 新农农场的母亲壳 太阳壳 咖啡谷 虽然它暂地面积有一千多亩 但是它真正游览的地方还是不是很难 很多 如果你徒步可以的话 我觉得走路的话会玩得更好一些 我们今天晚上本来计划住在新农镇的 但是看到这个咖啡谷的停车场 又安静又干净 而且也免费停车 还有厕所 所以我们就决定今天晚上住到这里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